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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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就来到各各他 意思是触楼地 形状就好像人的头颅 丁丁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就抽签分了他的三 这个应验了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预言 而二十七至二十八节的经文就描述耶稣和两个犯人一起钉十架 这个也都认验了二塞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 有关受苦的仆人也都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的预言 除了遭受冰冰的气龙 还有那些祭司长 文士 路过的人 甚至与耶稣同钉的犯人也都在讥笑耶稣 你救了别人 却不能救自己 也叫耶稣自己从十架上下落 这样他们就会信了 事实上耶稣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落 但是如果这样做就表示耶稣拒绝父神的苦杯 那些人要求以体见作为信的凭证 这个表面上看下来似乎是很合理的要求 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人真的看见然后就信 那过去三年耶稣的教导 和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应该早就可以满足他们看见的愿望 其实他们看已经看够了 只是他们的心肛硬不肯相信 主耶稣一直默默无声去承受众人的羞辱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煎熬 耶稣的身心灵已经非常疲乏 从正五到新初 时间大概就是中五十二点 至到下午三点钟 全地竟然黑暗起来 在经文十四至十五章 一路描述着耶稣的经历 耶稣被门徒出卖 在公会上被误告 在外邦人的手上受审 被定罪 鞭打 嘲笑 被钉 这一刻 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 耶稣不单止经历肉身的极度痛苦 而且经历彻彻底的被弃绝和孤单 仿佛 父神也离弃了耶稣 当耶稣大哭一声 气就断了 那时 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 殿里的万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他已经拆毁了人和神之间 因为罪 而间断的场 伯夫长从耶稣的死 也都作出了公开的见证 他这样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一群的犹太妇女 他们也都远远来到观看 他们也都见证了耶稣被钉的情景 有一首诗歌 因他十架 歌词里面这样提到 因他眼泪 我得安慰 因他受死 我得永生 因他补血 我得到赦免 耶稣十架 换来冠冕 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与人结怜 愿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成为福音的使者 用爱去关怀服侍别人 将主耶稣的救恩 将主耶稣的救恩来传扬 多谢你差遣 爱子耶稣基督降生 主耶稣 每一天 每一天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 多谢主 谁听我们在你面前 和心献上的祷告 我们的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